好除了国军除了政府的救灾之外呢 民间的救灾单位也抵达了高雄县的甲仙乡了 现在呢就要挺进灾区 我们要请在现场的记者徐培金来告诉我们目前的最新情况 培金 好的主要各位观众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县的甲仙乡公所附近 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清晨六点多了 不过在现场呢有非常多穿着红色衣服的 属于中华搜救总队的弟兄们正在呢整装待发 准备要挺进呢更里头的部落 要营救呢还没有出来的灾民 透过现在的画面您可以看到呢 携带非常多的物品 包括呢一些登山的救援的这些的装备 还有呢军用毯以及一些干粮 以及一些泡面等等这些东西准备运送 这些物资挺到村落去 此外呢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包括他们在随行的机遇当中有一辆摩托车 这台摩托车您可以看到呢非常的酷炫 这台车呢在待会的搜救任务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必须要勘察探查情报用 来作为整个人员的调度指挥 也就是说这台情报车也将会随着 搜救人员一同前进山区 阿多快要弃劲了 结果他们起来之后他们前十个食物都给他吃 结果一个一个一个他们那个都没有办法行动了嘛 所以他们去帮助他们用那个拉伸啊 神手先打神手然后扶助他们一个一个一个出来的 七个七个 所以大哥你认为说今天可能是救人的最后的黄金时间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人 他们一大早就又进去了 他们一大早又进去了 我们所知道呢目前呢在这个假仙乡里头的村落还有将近七百多位的居民等待救援 而目前在现场的画面您可以看到呢这些呢搜救弟兄们也开始呢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包括呢也准备一些物资 同时在刚刚他们也在这里呢临时搭盖一个前进指挥所 也就是呢在这里先享用早餐之后填饱肚子 那么待会呢才有力气前进到这个村落救人 以上是我们在假仙乡目前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